这是一只会说人话的柴犬 他甚至还学会了十句英语 有网友留言 这个我认识 高考我就是抄他的 每次妈妈一下班 他就要拉着妈妈续道好久 有网友留言 明天就高考 让孩子抓紧复习吧 对于给妈妈的爱 她是一点也不吝啬 爱我 爱我吗 如果妈妈太忙忽怒了 她甚至还会生气的质问妈妈 但只要一遇到爸爸 这狗子立马就变成了两面牌 爱妈妈 我是爸爸 我爱爸爸了 她不仅能和人无障碍交流 还能准确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爱玩吗 出来旅行好玩吗 好玩 一到晚上她还知道小生说话 那你累不累啊 玩这么多天 小生说 累吗 累了 想回家了是吗 当回家一个星期以后再问她 爸爸说还要带你去旅游 你还去吗 还去啊 有网友留言 这狗子比那些坐高铁不听话的小孩强多了 虽然乖巧懂事 但这狗子也有自己的脾气 你250 你250 干嘛呀 妈妈妈 坏小姐 原来只是因为妈妈下楼摸了其他的狗 她就吃错了 如果妈妈想要欺骗她 她也会立马反驳 如果爸爸惹她不高兴 她立马就会找妈妈告状 你吃饭没有早上 没吃饭吗呀 那爸爸怎么说你吃了呀 他忘了 是吗 他说错了 他忘了 紧接着这狗子就越说越委屈 最后差点就哭了 有网友留言 让孩子去上学 把我拴那把 你还知道哪些会说话的狗狗吗